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许云流浪中国 今天已经是12月的31号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我现在呢在东北的辽宁省骑行 然后在旁边这个废弃大棚里面住了两天 今天是打算继续出发了 像我这样长期在路上的人 在一个地方待不住 待的时间一长 就想离开这里 走喽 先到太平邵镇去买一些水和菜 现在到了一个叫炮子盐村的地方 下面这条河呢冻的结结实实 目测都可以上汽车了 不过今天赶时间我就不上去玩了 这一路过来路面上的冰雪是越来越多 不过目前呢还没有完全冻结实 还好啊 它一旦被太阳照射以后融化了 然后晚上结冰了 第二天就会特别难骑 冰封的河流 不行 不行今天我一定要克制住自己 不到冰上面去玩 哇 这个冰看起来非常非常厚啊 好想到冰上面去露营 然后凿个洞钓鱼 但是我没有钓鱼的家伙 东北这边的乡村地区是没有集中供暖的 都靠自家烧火炕 可以看到他们为了过冬呢 是准备了非常多的燃料 玉米结杆 然后木头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 太平哨镇到了 现在在这买点菜买点水带着 太平哨镇到了 前面有个生鲜超市 前面有个生鲜超市 哇榴莲 哇榴莲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有泡菜卖吗 泡菜啊 有辣白菜 没有啊 野菜 海苹 有辣椒 没有啊 我给你搞大点一束 海苹 有辣椒 有辣椒 辣椒粉 好 辣椒粉 有辣椒粉 那个赤次的 那个赤绿的 刀יה杯呀 收拾好 拆 是 还有 一些 OUL 有点 有大瓶的矿泉水吗 有大瓶的 这都酒不行 白酒 这个裙带菜杆 这个可以 这个小橘子多少钱一斤 10块钱三斤 10块3斤 OK便宜点买 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还有这些砂糖 砂糖也一样加 谢谢 在太平少镇消费了54 一大盘水 然后三斤皮 买了点菜 火锅料8块 然后这个贵一点 10块 可以 现在50多块钱 能买这么多东西 就不错了 火包里面塞的满满的 还好都装进去了 然后一会儿这桶水 绑在这个上面 从这里开始 路面就有点打滑了 刚才从下面上来 一脚踩下去 自行车的车轮直接原地打转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 又又又又快要天黑了 好漂亮的雪景 山巒起伏 一天又快要结束了 宽殿县制记载 历经两朝七第五总统 164春秋的东亚人瑞 阮国长 人瑞一般指长寿的老人 生于1760年 足于1924年 1924是民国 民国十几年 1760年 这是清朝哪个皇帝 满清1644年入关 福林是当了几年皇帝 然后康熙是当了六十多年 雍正是十三年 乾隆也是六十年 1760年 还是乾隆年间应该 生前常年奔波于太平少 不达远 下路河 石柱子等村落 行医师生药 风餐露宿 美金此地 必保饮肝泉 这个附近有一个泉眼 叫长寿泉 哦 就是这里吗 这已经保护起来了 哦 这个下面就是长寿泉 哦 不对不对 水应该是从这流流出来 不过已经冻住了 这个上面应该就是阮国长老人的墓了 这个比较有意思 阮这个姓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南方的姓啊 北方感觉姓软的人不太多 像两广的广西那边很多 然后很多越南 很多越南人姓软 好了 现在继续前进 今天大概只能到不达远村了 本来是想到下路河的 但是早上起的起晚了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好运气 能找到一个房子住一下 其实长途骑行的生活呢 就是这么朴实无法 没有那么多突发事故 偶遇厌遇啊什么的 每天就是从一个地方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 其实呢就是另外一种比较另类的生活 现在是晚上的五点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呢沿着一条冰封的河流 一路往北走 前方不远会到下一个镇子 好像是叫不达远镇还是不远达镇 就在这个镇子周边 找个地方露营 晚上六点钟啊到不达远镇了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镇子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镇子 在镇上找了个超市 埋了点辣白菜和卫生纸 然后现在呢打算往回走 到那个浑江边上去 浑江大桥那里 这个桥底下应该可以扎影 地里有很多玉米杆子 现在下到这个桥底了 现在下到这个桥底了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搭帐篷 这底下不平全是大石头 就没法睡觉 然后旁边呢是一大片的雪地 雪地下面应该也是这种大石头 有点头疼的 然后那个上面呢 比较平坦是可以搭帐篷的 但是刚才下来的时候看了一下 那有车轮的痕迹 也就是说白天有可能会有汽车从那过 肯定是不适合露营的 这大晚上的想找个住的地方是真挺难的 这是一个排水管呢 这个排水管里面倒是挺干净的 而且比较暖和 比外面暖和多了 外面冰天雪地的 不过吧 太小了 而且这个底下不平不好睡 我考虑一下 怎么办 想了想今天晚上就住这个排水管得了 我去搁一点玉米杆子回来 然后铺在这个下面 再铺上地步防烧垫 这样就能睡觉了 这个管子里面虽然空间小了一点 但是毕竟比外面暖和一点 而且不用搭帐篷更省事 现在这个季节天寒地冻 河流都风冻了 就不用担心晚上睡这里 会被水冲走 这个季节不会下雨 弄了一大堆回来 应该够了 我现在先用一些玉米杆子 把第二节那个位置堵住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往这头灌风了 然后其余的铺在这个底下 OK就是这样 不需要它完全密不透风 那是不现实的 毕竟这只是玉米杆而已 只需要这个下面稍微能挡挡风就行 睡觉的地方也铺好了 我现在去把我的地步防烧垫铺在这个上面 晚上睡在这里会非常舒服 哇 今天这个地下庇护所 堪称完美啊 我找了根树枝插在这个缝隙里面 然后把我的录音灯挂在这上面 前面还留了一节 当做前厅 一会儿在这做饭 这个泡沫盖子等会儿用来做 这个补修钢盆也有用处 一会儿在这个盆里面生火烤火 需要用到的装备全部弄进来了 住在这里面有一种末日废土秘密基地的感觉 非常神奇的是 我睡的那个位置 手机信号还是满格的 这个里面不能烧柴 要不然烟太大了 刚才在镇上还买了几个酒精筷 现在准备开始做饭 这地方太小了 难以施展 这桶水一大半的已经结冰了 不过还好啊 还倒的出来一点 要不然化冰也很麻烦 盖上盖子 我把我的帐篷用石头压着 盖在这个排水管的洞口 这样里面就非常温暖了 然后也不用担心透气的问题 饭盒里面的米饭已经煮好了 然后准备做一个白菜炖豆腐 我的包里面还有牛羊肉 但是今天这个地方太窄了 施展不开 所以就简单吃个炖菜吧 这是白菜叶子 白菜帮子 这是一大坨豆腐 已经动得结结实实了 我切不动 等会呢 就直接放到锅里面一起煮 来点火锅料 酱油 酱油 盐 鸡精 还好豆腐切不切得无所谓 解冻了以后 直接用筷子把它夹成一块一块的 不过它想解冻也不太容易 我现在把白菜帮子放进去吧 白菜叶子就晚点放 那个容易熟 温度比较低啊 半天了这水还没开 现在把豆腐夹碎一点 应该熟了可以吃饭了 温度比较低 所以水气很大呀 这个绿色的是我买了一包裙带菜 这东西挺好吃的 开饭了 今天的跨年饭 是在家一个霞在的洞里面吃的 饭稍微的有点凉了 饭稍微的有点凉了 看起来今天的晚饭有点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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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豆腐炖的挺好吃的 现在就钻进睡袋准备睡觉了 今天这个地方是相当的舒服啊 起床了 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 在地下排水管里面迎接新年 这也是一种神奇的体验 昨天晚上在这里面睡得非常非常舒服 很暖和 外面晚上最冷的时候 零下15度16度的样子 这两天呢 这边气温稍微回暖了一点点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 昨天晚上有一只流浪小猫咪 跑到这个后面 我找了一些玉米杆子 还有在外面捡了两个泡沫箱 挡在这里 然后那个小猫咪他跑到那个泡沫箱里面去睡觉了 因为泡沫箱里面比较暖和嘛 昨天晚上还有邻居啊 他一边睡觉一边喵喵叫 现在该起来收拾东西了 已经是上午的10点钟了 昨晚住的这个洞府啊 他在一座桥下面 我的自行车也还在 今天早上没有人到这里来 前面是浑江 整条河呢已经全部冰封了 这似乎是一个泉沿呢 我看到水面上在冒热气 难道说这是个温泉吗 哦 上达了 冰水混合物零度 好了 现在呢就准备收拾东西 开始继续搬家 现在离吉林呢只有三四十公里了 今天就能从辽宁到吉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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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